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1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追击》 我是Jennifer 中国周一12月16日表示 在驱逐两名据称驾车 进入美国军事基地的中国外交官后 已向美国提出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 美国对中国外交官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耿爽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强烈要求美国的外交官 美国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立即纠正错误 取消决定并保护中国外交官的合法权利 我想再次提醒美国国际关系 应建立在共识上 其按照维也纳公约的规定 为外交人员提供便利和保护 纽约时报周日12月15日 首次报道了最近一次 引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 紧张关系的事件 该消息援引了多位知情人士的话称 中国大使馆官员在9月份 因涉嫌间谍活动而被秘密驱逐 这是30年来首次发生 该报告称 其中一名外交官被认为是秘密情报官员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 川普政府目前越来越担心 中国正在加强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 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比任何其他国家都严重 尽管达成了周五宣布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中美两国仍在对香港的抗议活动 新疆问题 南海问题 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存在争议 报告说 这些外交官在他们妻子的陪同下 驱车前往弗吉尼亚 罗福克附近的一个敏感设施入口的检查站 一名卫兵指示 他们绕基地大门掉头离开 因为他们没有进入许可 但中国官员没有听从这一指令 反而继续进入基地 直到被消防车挡住去路才停下 中国官员称 他们因不理解警卫的指示而迷路 但美国官员对此表示怀疑 知情人士说 该基地包括特种作战部队 其中一个基地由海军金瑞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总部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指出 熟悉这起事件的一名执法官员 对路透社证实了纽约时报报道的准确性 美方在10月曾要求 中国驻美外交官人员在与地方官员会见前 必须提前通知美国务院 当时美国官员说 此举是对中国政府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规则的反应 后者在前往当地省获机构举行正式会议之前 已经需要获得北京官员的许可 中方则宣布 12月4日召会美国驻华使馆 中方将从几日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要求美驻华使馆外交人员 以及美国驻上海 广州 成都 沈阳 及武汉总领馆人员正式会见中方地方政府代表 正式访问中国教育或研究机构 需提前五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中国外交部 这些限制让已经紧张的关系获上交游 并给两国的智囊团和官员进行交流造成障碍 今年早些时候 南京大学的朱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500亿 被取消了赴美多次入行签证 一位中国外交人士说 国务院的限制使官员很难见到研究人员和智囊团成员 消息人士还说 今年中国外交官收到参加美国机构年终聚会的邀请较少 他们将其视为评估美国对华政策和看法的重要平台 解放军退休上校岳刚说 中美关系正处于破坏性阶段 双方采取了过去40年来前所未有 他说 在涉及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军事基地的这一具体间谍案中 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或澄清 此许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两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 这是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对抗性 联合政策的结果 这将是双边关系日益抵对 越说 中国可能不会立即进行报复 但它也是一个选择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清国呼吁北京和华盛顿保持克制 到目前为止 两国都以低调的方式处理了这一问题 但这种情况确实凸显了两国关系的下行轨迹 他说 针锋相对的反应可能会迅速改变局势 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追击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